70年代至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几乎一天诞生一部电影 打造如此繁荣的电影市场 香港黑帮也是功不可没 其中不少演员或电影公司 都与黑帮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例如邓光荣的《大荣》影业 《向华盛》的《永胜》影业 樊梅生的《东山影业》 陈慧敏的《雄英影业》 蔡子明的《富裔影业》 吴志雄、陈慎之的《江湖人影业》等公司 都有社团背景 那么在香港电影里 哪些演员有社团背景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吴梦达14K 香港金牌配角吴梦达 炉火纯青的演技 无懈可忌 除了无厘头喜剧 其他类型的电影角色 吴梦达都能够把握得很好 演得根本不像是表演 吴梦达从影几十年 直到他去世后 陈慧敏前去灵堂祭拜时 对媒体透露 达哥不只是电影圈的朋友 他也是我们帮会的兄弟 14K的 据悉 吴梦达隶属14K一字队 柯骏雄 14K 已故演员柯骏雄 长相英俊 杨刚 大多是演硬汉 军人 或黑帮老大的角色 据说柯骏雄在台湾就是一个角头老大 在香港发展期间 经陈慧敏的介绍 败在14K二路元帅陈清华门下 王宇 14K 已故演员王宇 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代功夫明星 且是当时最红的那个 陈慧敏在专访中公开了王宇的帮会背景 在台湾就是竹联帮 在美国就是福清帮 在香港就是14K 不过 王宇本身并非竹联帮成员 但与竹联帮的关系非常微妙 在香港 也是经陈慧敏的介绍 而败在14K二路元帅的门下 樊梅生 14K 60年代初 樊梅生已在香港电影圈做龙虎武师 据悉 樊梅生隶属14K梅子队 原本可以接任梅子队第二代花式人 但樊梅生的志向却不在江湖 网络上有人说 他是红金宝的师父 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不过 两人相差整整十岁 都是武行出身 很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情 另外 14K的马娇逢与樊梅生是童年生人 马娇逢于1962年到香港做龙虎武师 与樊梅生交情匪浅 总之 无论是江湖还是电影圈里 樊梅生的辈分相当之高 受人尊敬 陈慧敏 14K 陈慧敏隶属14K得子队 70年代初 获得两届东南亚搏击冠军 成为与李小龙齐名的香港拳王 并且帮14K打响了招牌 当时的陈慧敏 被江湖人视为14K的活招牌 刘勇 14K 刘勇是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不仅会弹钢琴还是一个武术教练 60年代末跟随罗维担任场记 1970年加入家和影业 在唐山大雄影片中认配角 虽然刘勇的形象不错 曾经以饰演乾隆皇帝而走红 但相关的影视作品年代久远 如今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据悉 刘勇有14K背景 而且江湖辈分也很高 吴志雄 和和图 吴志雄在16岁时加入邵氏公司 做龙虎武师 70年代末正式加入黑社会组织 和和图 80年代两次蹲苦谣之后 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重回演艺圈 出演过几部电视剧 但令他一炮而红的 则是林领东的监狱风云里 盲蛇的角色 大概在十年前 吴志雄就向观众 粉丝们宣告 陈浩南就是我 我就是陈浩南 不过 许多网友对吴志雄的说法 嗤之以鼻 并表示 谁都知道陈浩南的原型 是湾仔之虎陈耀星 事实上 陈耀星也并非什么湾仔之虎 只是被扛媒夸大 电影《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里 许多故事 有些与陈耀星无关 例如让马仔包围警察局 当时湾仔真正的驼地是河河图 同时 湾仔区里还有多个堂口势力存在 高冷 和尘河 高冷 绰号 冷老 是80年和尘河作馆 在《我在江湖》电影中客串演出 上途中站在邻交旁边的就是他了 陈文青 双英青 双英青隶属和尘河社团曾担任过扎树一职 90年代比较出位 由于他手下的马仔大多与学生为主 而且人数众多 因此江湖人送外号黑道校长或圣河全文司令 80年代末期 双英青参演过一部名为《我在江湖》的电影 他在片中与万子良陈奎安有过合作 而且演技还不错 贤宝明 和尘河 贤宝明在成为和尘河作馆之前 是跟着向华盛混饭吃的 负责片场相关工作 早年间 周星驰在他馆里的酒吧里醉酒闹事 贤宝明还教训了周星驰一顿 不过 周星驰知道自己有错在先 因此 邀请宝明在上海滩独盛里 试验一位和官 并且有不少特写劲头 前两年 贤宝明也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再见女人街 便是其公司的作品 刘国柱 何慎和 绰号 四眼柱 如今已是慎和叔父 在杜琪峰的黑社会影片中 有客串演出 并担任该片的顾问 高老发 何安乐 水峰作馆高老发 他与双英青一样 在《我在江湖》这部电影里有演出 是演社团扎沸腿人之一 但其中戏份很少 几乎连台词都没有 也许是高老发比较内向的缘故 他在刘青云 古天乐主演的《毒》系列中 露链时间不超过一秒 陈志强 何安乐 水房金主百花蛇陈志强 在《加油喜事2009》片中 饰演一名厨子 露链时间大约两秒 近年来 陈志强经商很成功 在很多行业都有投资 但是投资电影 对他而言属于玩票 扔一些钱出去 让自己参与演出 图个开心 詹长盛 何安乐 詹长盛绰号 盲亨 又称香港车神 被称为车神的人 驾车技术一定是出神入化 曾因挑战警察 而成为阿斯曼的眼中钉 当年盲亨的人气 可不亚于刘德华 是万千少男少女们的偶像 只要参加赛车比赛 各类赞助商亲自登门拜访 由于江湖名气大 因此有人以他为原型 推出了漫画《车神》 他还投资过一部 名为贼公子的电影 邀请了古天乐 王敏德的人主演 而盲亨自己也有份演出 林领男和何图 他与著名导演林领东 是亲兄弟 林领男通常在电影里 饰演一些配角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一定是古惑仔里的狸胖子 据知情料透露 林领男在参演的 1987年的《监狱风云》时 才刚刚出狱 霍瑞华 和何图 据说他是男艳的小弟 大家可能对霍瑞华的名字 不太熟悉 但他所参演的电影 相信大部分网友都看过 例如梁家辉的《监狱风云》 张耀阳的《学校风云》 周润发的《和平饭店》等 何家居 何和图 已故演员何家居 曾遇陈克安 李兆基 黄光亮 并称为香港四大恶人 别看何家居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其实他办过报社 做过编剧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 当年在蔡子民 潘志勇的邀请下 加盟富裕电影公司 期间担任金天龙虎会的电影策划 尹杨明 全一致 虽然尹杨明并非大派明星 但总归是有好几亿的中国人 都认识他 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 一定是古惑仔里的 韩冰 据悉 尹杨明在做演员之前 是全一致社团成员 而且还是大哥级人物 江湖绰号 马刘 吕芳 全一致 吕芳于1983年 参加无线电视举办的 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 而入行 当时 他凭《我是中国人》一曲 夺得冠军 1984年 再与香港新人歌唱大赛 第二届 获得冠军 据悉 年轻时的吕芳 也是全一致的成员 李修贤 敬毅 李修贤 祖籍汕头 与司徒玉莲 潘志勇 从小一起长大 不过 李修贤从小生活在观塘区 据说是敬毅社团的 大哥级人物 在黄瞻采访李修贤时 瞻叔提到 他以前很顽皮的 后来做铝合金门窗 观塘区的门窗 都是他做的 这句话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盘点里以上20位 有社团背景的香港演员 不知道各位网友 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例如李兆基 陈奎安 黄光亮 这些路人皆知的 就不用说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